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佬B 今天我就會介紹一個短短的分享 就是這個叫做Shiny Bear的唇膏 這個我在泰國買回來 猜都猜不到 它的價錢是便宜到四十匹 即是對香港來說 若果是十元有爪的價錢 就可以買到這個這麼有趣的唇膏 所以現在外面亦都斷貨 找了很久很久很久 是我一個很醒目的團友 在旅程的尾聲的時候 才可以成功把它買回來 它是來自一個叫做Cathy Door的牌子 Cathy Door這個牌子在泰國現在做得非常出名 有很多受歡迎的產品推出了 當中其中這個比較新出的就是 熊仔的唇膏 它一個系列裏面有很多顏色 我手上這個就是外形上橙橙的顏色 而裏面就是所謂叫做Jelly Cola的顏色號 事不宜遲 不如交給我女兒 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名字叫做什麼 你懂不懂讀呀 Shiny Bear 對呀Shiny Bear 那不如交給你吧 你幫我拆開它好不好 那拆開它的包裝之後 你就會見到這個 唇膏的真身的了 一個系列裏面有其他的顏色選擇 不過今次我就只能夠有幸買到這個 0.6的Jelly Cola的顏色 拆開了之後 登登 是這樣的 讓我們一齊來量一下它的尺寸有多大 如果以頭去到腳趾去計算 它那個高度若膜只有3cm 還短過我的手指甲 放在褲袋或者化妝袋都可以說是非常方便 講了那麼久 究竟它的唇膏藏在哪裡 仔細地看一看 其實它中間這個位置有一條線 這個就是開口位 只要輕輕地扭開 它的頭 噔噔 就可以見到唇膏的模樣 由於它的這個色號就叫做Jelly Cola 所以也顧名思義 它的顏色有點像可樂的顏色 那不如試試塗上嘴的效果 好啦 我也都將這個顏色塗上嘴了 雖然它看起來的外型就是啡色的 不過塗上去也都不會覺得很突压或者太深色 其實偏向一個深一點的橙色 一般人都應該是很容易可以在一般場合那裡處理到的 其他色號包括一些粉紅色 又或者是一些比較深一點的豆沙紅色 但是全部看上去都是非常之自然的 塗上去感覺質地都是比較油滑的 即使是你覺得水唇是比較乾一點 都不會覺得它是卡住或者很乾的感覺 還可以在質地上以這個價錢來計算 我也都覺得非常之滿意 那麼這個Shiny Bear的產品 現在在泰國也是被人搶購一空的 多數的人就會建議可以在屈臣市買到 但是我已經走了很多屈臣市都完全找不到它的蹤影 最後我的團友就在一間小型的陀地藥房那裡找到的 大藥那個屈臣就好像一般的龍城大藥房那樣 它未必是一些很大型的連鎖店 或者可能在Big C那裡有機會都可以找到它 看下大家來去泰國的時候 可不可以成功地捕獲它買回來做手信 價錢再重複 是大約40匹的 但是可能某些藥房它的定價會貴少少 或者是便宜少少 這個就會是平均價格 那對港資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適合做手信的首選 在早幾集裡面我亦都多次提及這個Q Plus的唇膏 再加上這兩個都是一個我很心儀的選擇 但是這個紅仔最大的缺點就是由於它的外形很低色 雖然就很有趣 但是裡面那個唇膏芯那個份量就不是很多 而且你關蓋的時候也都要比較小心 因為它沒有一個扭下去的一個設計 就是一般的唇膏你可以扭下去 但是它紅仔它的尺寸已經是那麼大 所以它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扭下去這個動作 因此你每次吸蓋的時候就要留意 很容易就會弄斷它 或者是令到蓋子合到很多唇膏 那這個是唯一的缺點 那今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短短的video 介紹這個紅仔唇膏 亦都好希望大家可以成功找到 就算你在泰國找不到 香港亦都有不少人在做代購 希望你們會喜歡 下次再見 好啦你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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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